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地球黄金线 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带您掌握趋势最前线 我是刘兹林 今天带大家来关注的是 心机迟发背后的企业谍战 科技业的新品大战 在9月份是正式的开打 包含了明天亮相的三星 Note3手机可弯区的智慧手表 Galaxy Gear之外 5号紧接着要亮相的 就是小米电视紫米平板 而且10号还要登场的是 iPhone 5C跟5S 但是我们提到的小米 后来居上靠的其实是 强力的挖角 从安卓高薪聘请了工程师来跳槽 芬兰大厂Nokia 也找了三星的工程师来开刀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为了以新台币2100亿 收购了Nokia的手机部门 面对苹果跟三星的威胁 Nokia有机会胜出吗 请到四位来宾 跟大家共同来探讨 首先欢迎的是财经专家 林承逸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蔡玉珍 大家好 周刊总编辑一桩正弦 大家好 以及财经专家黄旭聪 大家好 收到了9月份的科技新品大战的 正式的引爆 4号即将要登场的就是Galcy Gear 这支可弯曲的智慧手表 还包含了Note 3手机 当然10号的苹果也是来势汹汹 双方的大战一触及吧 外形简洁俐落 黑色金属表面时尚感十足 手机大厂三星传出 将在9月发表智慧手表Galaxy Gear 本尊都还没现身 网友就先发挥想象力 自创各种概念版本 表带除了木材质感 还有白色铝合金造型 趁着苹果iWatch发表前 三星抢先一步 预定在9月4号 推出Note 3和智慧手表 苹果低价版iPhone 5C 晚6天9月10号才亮相 科技网站猜测 三星智慧手表将搭载 AMOLED萤幕 200万画素相机 以及NFC近距离无线通讯 所以除了能用手表打电话 还能拍照 收发电子邮件和上网 不过看在专家眼里 对苹果威胁性并不大 其实现在各家的手表 看起来都是手机萤幕的延伸 也就是说我把我手机讯号 比如说有来电或讯息的 延伸的一个显示 所以其实目前看来 没有太大的不同 三星动作评评 苹果不甘示弱 iPhone 5S甚至传出 可能推出金色外壳 主打高质感 吸引苹果迷目光 市场推测 iPhone 5S可能定价台币2万7 塑料机身 色彩缤纷的低价版iPhone 5C 售价约1万5 未来两家星期大战 谁胜谁负 9月见真章 其实现在这两只手机的差异性 已经越越薄弱了 所以这次iPhone会走出 跟以往不同的路线 我相信也是试着跟三星 是对抗了一些不同的策略 中高阶手机火力四射 连智慧手表也来嘎上一脚 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TVB新闻 小明镇代言立台北报道 9月份的星际大战 预计会引起一波的换机潮 当然也有很多观众朋友 或许你跟我一样都在观望 这三项的新产品 到底哪一个才能够打动人心 各自有不同诉求的同时 到底谁有机会胜出 我们一起来分析 请教世聪 对 我们知道说 以前的武林小说里面就有一场 武林大会 对 通常在华山举行 那论见之后 决定谁是武林的盟主 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也是一样 目前的手机霸主是三星 那我们紧接而来 要展开一场 新品的武林发表大会 尤其是我们知道 9月之后紧接的 从10月开始 中国的消费旺季十一长假 紧接着11月开始 美国的感恩节旺季 一直到Christmas旺季 甚至到明年年初的这个旺季 这一年可能占整体消费的金额 可能有三成到四成之多 所以当然是每一家手机厂 或是每一家科技业者 必争之地 所以他们就选择在9月发表 发表之后一个月的讨论期之后 10月开始商机正式爆发 当然在这一波新机的发表里面 最早开始是由三星首先领弦 他预计在9月4号发表 这个Galaxy Note 3的新的平板 三星事实上他有一个 这几年新品发表有一个惯性 就是说上半年他都发表 手机的新版 下半年发表这个Galaxy Note的新版 所以下半年是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让我们更关心的是 这个Galaxy Gear这个智慧手表 为什么 因为从去年开始 市场都一直在传言说 苹果要发展新的这个 所谓智能手表这些的产品 这是很多厂商 包括Sony他们都要发表 但是一直都没有端出新产品 终于三星看到了这个Galaxy Gear 这个新产品要推出来 他听说他搭载是可以 弯曲了这个AMOLED的这个荧幕 有可能会改变 或许是一个明星的产品 这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留意一下 当然紧接着在9月5号要发表 就是小米机 我们知道小米机这几年 在中国大陆或是在台湾 掀起一场旋风 他去年在中国大陆卖了700多万只 已经变成是全中国第六大手机市场 当然他这一次要发表的 除了是小米机的第三代之外 他还有发表一些新产品 据说可能是紫米的平板电脑 或者是小米电视 这两个新产品都要发表 也是说他不只要发表手机 他要往平板或是往这个智能电视去发展 跨出他跟以前不一样的领域 当然最后领衔主演的就是 手机的这个获利王就是苹果 苹果预计在9月10号要发表新产品 当然现在传言非常多 传言说有高阶产品 包括说5S甚至iPhone6的代号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产品 我们还不得知 当然这一次最受矚目的就是苹果的5C 也就是便宜版的这个产品 听说它有五色的机壳 目标族群就是新兴的市场 这个有可能会扭转 苹果这几年来获利一直下滑 一直处于挨打局面的这个状况 其实不止这三家手机 我们看到包括说国内的ASUS 它也要发表新的PATFORM 或是Sony它也要发表新的Galaxy Xperia Z的这个手机 所以9月份大家手机真的非常多 如果你真的要买手机的话 9月份看完他们整个展示一遍 都再慢慢看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昔日的50霸主 Nokia已经被冰掉了 所以这个50大会虽然每一年都召开 但是获利这个盟组是年年换来换去 选大家投资人或者是观众朋友 要好好的看一下这一场的发表会 讲到50霸主Nokia过去是手机界的龙头 但是有人说现在苹果跟三星 才是争取龙头霸主地位的宝座 不过您看到的这个发表时间 非常的吊诡 因为三星9月4号发表 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 本来定在9月10号发表的就是苹果了 但是没有想到苹果这个日期一发布 大家叠对叠 后来居上硬生生早了一个礼拜 三星必定会抢到比较多的版面 紧接着小米机也跟在后面 但是三星也很聪明的 它推出了一个化石代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人推出的产品 就叫做Galaxy Gear 这只手表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全英哥 是 这个穿戴式的装置 是现在同时到未来的主流 我们各位一定要好好的特别的留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目前科技网站 Venturebit 那么它所公布的 它找到的可能的 稍微看起来外表跟大家以往猜测的 好像有点笨重了 如果女生戴的话 感觉上会比较不够纤细 但是现代感的话 跟未来感的话还满具足的 那么它荧幕目前是三寸的AMOLED 就是刚才师兄所提的 那么几个特色的话 我们稍微留意一下 首先是在它当整个的画素 那么来到400万画素的话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有两个必须要注意的重点 如果说以这样的400万的画素 还有语音辨识系统 那么在这个跟手机 请问有什么差别 对 跟手机是一样 他可能想要取代未来手机的存在会不会 是 我们讲说穿戴式的装置 大家一看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讲到未来的趋势 因为穿戴式的装置跟携带式的装置 携带式就是手机 它会有点不太一样 穿戴式的话 它会接触到我们人类的皮肤 比如说包括眼镜 包括手表 所以第三个的话 就是这次穿戴式的重点 它会有健康的应用的程式 那么所以它可以透过这样的手表的话 戴在我们的手腕上的时候 它可以去测量你的心跳 同时它也已经跟一些健康管理的公司的话 开始来做合作或联系了 所以这个手表提供给你的功能的话 除了一般的我们讲照相 四板画素可能不够 但是它同时可以去测你的步伐 跑步的速度 甚至于你的健康 那么它的不同的功能的话 就会展现出来 那么当然我们说会不会有的手表 手机就没有用 其实它们是相辅相成 因为它是用远端的控制电话 所以你可能跟手表讲说 我们开启我们这个电话打电话的装置 电话它会自动去做开机 所以你不一定要把电话马上拿出来 这个跟Google之前推出的Google Glass 其实有点类似 那么你戴着Google的眼镜的时候 你就说比如开启动 它就会自动去做挤动 然后透过NFC这个的装置 然后跟手机来去做连线 所以未来穿戴式 然后跟攜戴式的话 两者相辅相成 但是这样子的系统的话 也我们人类带来一个想象性的方向 那么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它叫毁灭开关 像我小时候 小时候听起来很远了 最喜欢看的那个节目叫做 虎胆妙算 Michelin Passport 对 他们每次接到一个任务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只有录音带 他们就会听录音带 听完了以后 那个录音带会自己 快冒烟就都销毁了 销毁了 那未来呢 我们这样子的手机呢 如果搞定 因为根据统计 智慧型手机搞丢的几率 是其他以前那种普通 功能性手机的4.5倍 大家很喜欢 就是说小偷比较喜欢 偷这个智慧型手机 所以你手机被人家偷走了 你没有通讯录 什么东西很麻烦 那么当你知道说 自己手机不见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指令 让这个手机没有办法开机 没有办法开机的手机 其实就变成废铁了 对 所以这个是在未来的话 我们当穿戴式装置 流行之后 可以去特别留意这个功能 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呢 它没有办法再开机 所以相对的可以增加 手机厂商的营收 因为必须要再买一只嘛 二手的也没有得卖了 所以现在大家也很关注的 就是说 iPhone正在进行 这手机回收的动作 但是呢 5C跟5S到底有没有卖点呢 有观众朋友说 这实在是老生常谈 但是我要请正弦大哥 来关注一下 这iPhone这次 好像噱头 几乎都被人家抢光的同时 好像手机的特有功能 也没有得这么强 是的 其实在中国 现在流行一个顺口6 它是针对目前流行的几个 这个智慧型手机 做了一个顺口6 它是说 三星就是变大 苹果是把它加长 华为把手机变薄 小米做的手机更屌 但是呢 互派呢 它走定制的一个路线 而联想 就是走实惠的路线 那当然它对国内HTT 也有提到 它现在处于一个 迷惘的一个期间 那总而言之呢 可以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 它没有一个功能性的 一个新的一个开发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在5C跟5S的一个间谍造 那我们看到5C呢 目前甚至连这个包装盒都出来了 整个来看的话 的确如大家所预测 C应该就只Color 指它有各种 不一样的一个颜色 但为什么会走到 这个低价的一个状况呢 我认为除了市占率以外 大家忽略了一点 因为其实苹果 它是唯一一个 可以从软体里面 赚到钱的手机厂 所以它可以用低价的方法 去掠夺更大的市占率 为了希望能够从软体的方面 来获得其他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挹注 所以我认为 这是5C另外一个可能成功的关键 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在台湾 其实我们看我们绑通信商 绑苹果的手机 在像我之前买的那个市 其实我几乎没有出到钱 因为其实是绑通信商 可是在中国来讲的话 并没有一个通信商绑苹果的一个路线 所以在之前中国还说 这个苹果瞧不起中国人歧视 可是人家说5C这款 非常有可能在中国成为第一款 搭售电信商贩售的 也就是在中国的确你有可能 买到零元 因为我们知道 它现在卖一万二嘛 一万到一万五之间 但是如果搭配通信支费方案的话 你又买到零元手机 所以即使之前有的话 这新是不是China的意思 我觉得虽然不是 可是我认为在中国 这个低价的手机 会引起一番新的一个风潮 那至于5S呢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大家实在想不出来 有什么新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提醒大家 股价永远领先 基本面先行 最近在美国有一张公司 股价莫名其妙的一直创新高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蓝宝石机版的 Rubincang的这样一个公司 那这样的公司创新高 不免让人家想起 是不是以后的Hong健 叫蓝宝石机版呢 甚至来讲 可能指纹辨识模组 这样的一个功能 会在5S里面做一个启动 所以我在这边说 虽然我们并没有看到 5S相关的一个路线 可是从Rubincang大展 可以想象出 可能5S未来 可能会具备了 这个指纹辨识功能 以及蓝宝石机版的 这两个特殊的一个品项 郑贤大哥提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这个软体的部分 我们看到小米今天有什么热卖 因为它的UI 它的界面非常的特别 所以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大新闻是谁呢 就是微软跟Nokia 其实目前为止 微软跟Nokia的合作 大家看起来 它的成效 最新的数字显示了 这个Winfoam 在欧洲五国的市占 已经有来到了8.2%了 受惠的就是这只手机 Lumia 520 大家都说操作起来 相当的热卖 但是如果从股价的角度观点 来观察的话 似乎这起事件 早就准备好了吗 陈英哥 是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是最新的一个讯息 在这一次的话 Nokia把它的手机部门 以54.4亿欧元 大概是72亿的美金 然后卖给了微软 那么这会引发 两个重要的效应 第一个的话 真的很令人感伤 因为上一次 Nokia Moto 把它的手机部门 卖给Google的时候 那时候卖了125亿了 但是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就是说当整个手机 开始流行的时候 行动电话开始流行的时候 那时候Nokia 有全球超过三成的市占率 结果它到最后的话 它卖了72亿美金 那时候第二名的话 是Moto 当时在台湾市占率 是最高的 那么后来Moto的话 它也把它卖出去了 所以我们讲说 有一句这个俗话说的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消费性电子这块的话 变化的真是速度惊人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留意到的部分就是说 微软 它买这个手机部门 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上次微软 它做的那个平板电脑 service 没有非常成功 而且微软它自己之前 它现任的总裁 它发表谈话的时候 它也提过说 我们不会为了卖那个手机 然后去影响到我们的授权 我现在我有Window Phone的 这个作业系统去授权 那么我不一定要自己去发展手机 结果在现在可能的话 它整个的策略都开始改变了 当然就像智琳刚刚所提到的 这Window Phone 它的市占率开始上来 不过我们以在今年第二季的 整个作业系统 它的市占率来看 目前Android的部分的话 差不多有79 那么在苹果的iOS的部分的话 它还13 因为第二季苹果没有新机 去年第二季的时候 那时候苹果还有20 所以在这一次的话 苹果的新机出来非常重要 那么Window Phone的话 它的市占率不到10% 再慢慢地做爬升 所以在这一次当微软要切入这个市场 它结合它的软 跟硬的这个力量的话 开始手机部门可能免不了 又是一个大型的动荡 如果说大家都在进行震荡的同时 也有人在观察的这一位 就是Nokia的CEO Ello 列入微软新CEO的候选人吗 因为这张照片 大家或许有点端倪 Sit Balmer是现任微软的总裁 但是这个Ello 其实以前曾经进入微软 出来Nokia 现在有机会再回国吗 因为最新公布的消息显示 这是8月26号的报道 也就是说在今天并购的日期 前一个礼拜 已经传出了 其实Nokia的CEO Steven Ello 有机会来做微软总裁的宝座吗 有人说这就是木马图成记 最新的翻版了 因为我们来看到Steven Ello 其实在2008年当时担任的是微软商业部门的总裁 但是隔了两年 他竟然成为了Nokia 这间芬兰公司 第一位不是芬兰籍的CEO 两年再来三年的城前 过去有很多跟微软的合作 Nokia跟微软是不是从中 因为Ello 有很多内部的讯息 让他慢慢的回国呢 士聪哥 我正跟大家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艾洛普当初他进去这个Nokia的时候 很多Nokia就是芬兰人都说 他是要来木马图成 结果今天来看果然是如此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那时候做了非常多动作 我们知道以前这个Nokia 它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作业软体 叫赛班系统 他一进去就把它废掉 他就说我再也不研发赛班系统 这个Cymbian我很有印象 因为过去大家很喜欢玩瘫石蛇 当时这个3310我有看过这个数字 2000年的时候他就卖了1亿2600万 这是史上最畅销的手机 没有错 那时候苹果 这个Nokia这个作业系统 它其实作业系统的这个市场 占有率非常高 如果那一天从那时候开始 Nokia真的专心的发展赛班系统的话 或许它今天会成绩非常肥然 但是他把它废掉这件事 而且他就说 我再也不研发我自己本身的作业系统 我完全用Nokia 用这个微软的作业系统 也就是Windows Phone的系统 但是好死不死的Windows Phone系统 我们看到这几年又出了非常多包 甚至连之前的7.0跟6.5两个之间 还不能相容 Nokia还要自己再研发一个新机 才能够相容 所以变成说Nokia无形中 其实是这个爱洛普就有人说 他是微软派进去 把Nokia搞烂的一个这个叛将 所以今天他光荣的回到微软 我觉得一定也不会很意外 这目前看起来 这个真的是微软 这个非常妙的一朝起 当然对微软来说也是有好处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微软目前 他每一年光是支付给Nokia 就需要全力金 因为他说 因为没有人要帮他做温度风手机 他就说好 Nokia你专门帮我做 他以前因为没有人要做 所以他一年付给他10亿美金的这个 这个全力金 今天我收回来 我这10亿美金完全都赚到 所以Nokia当初为了贪这10亿美金 他真的是整个工资都失出去了 如果说真的是全力金的问题 应该不用沉浅了整整三年吧 之前大哥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三年 刚刚是从哥提到的这个手机 6.0跟7.0都出问题 会不会是故意搞得鬼 让他市值下降呢 因为有人说 其实如果当初微软真的有意 想要并购Nokia的话 可能是100亿欧元的金额 但是今天他用了54.4亿欧元 就买到手 这市值直接砍了一半 会不会是说 看准的就是未来 还有更多的成长性 但是大家市场上也不明打一个问号 Nokia有没有机会东山再起 我相信就算Nokia有机会东山再起 未来也不会是Nokia这个名字了 可能叫Mokia或是什么的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当一个产品成熟的时候 这个行销费用的这个消耗是个十分惊人的一个数字 而微软能提供最多的 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运作系统以外 最主要是微软的上上现金非常的多 其实Nokia这几年亏损的幅度相当的一个巨大 刚刚市中也提到 如果我是微软的话我就跟你讲 好你亏那么多 那还是因为我有10亿给你 如果今天10亿不给你了 那你真的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所以反过来做一个杀架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看从过去我们说的100亿欧元到现在 几乎是拦腰砍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整体来讲的话 微软在没有办法在这个PC 微软角的土崩瓦解的一个状况下 它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智慧型手持式的一个软件 那基于Nokia过去成熟的一个市占率 可能The Future Phone 如果能够接替smartphone的一个市占率 一些提高的话 我认为微软跟Nokia这次的合作 还有一搏的一个空间 其实呢玉珍姐我要来观察一下 是说有人说这个商业的间点呢 到处都存在 也因此呢 Nokia跟微软之间 这里面呢早就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计划 你怎么来观察说 过去呢 他们这样子也许三年的城前 其实就是要取得一些机密的资讯 甚至前例都有很多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商战的布局 那我觉得微软真的是用心良苦 而且呢感觉上就说比较没有那种被逮个阵找 这个Alap明明就说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间谍的一个情况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说 OK 是用花了钱用54.4亿 那比原来预计的已经是腰斩了 那我觉得因为Nokia 其实这几年下来的表现都不好 每个人家里手上应该都还有蛮多Nokia的手机 我以前也至少 我手上至少也有两支以上 以前都说这个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那这个人性不在了 那这个人性不在完全都是 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商战风云的一个并购的方式 就是生死决战 所以我觉得说这次微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显然就是说为了一个 未来的一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市场 寻找一个出路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观察的是说 在三星然后还有苹果 这样的一个Android跟这个iOS的一个系统底下 那Windows的这个系统 到底市场上能不能接受 也就是说他自己要拼出这一块市场 那成本已经比别人低了 因为一个公司在遥遇欲坠的情况之下 你让他花三年的时间 然后拦腰坎 那这个时候来接 尤其是大家看到说 这个欧洲现在似乎慢慢起来了 那微软这一次的这个动作 似乎也让大家觉得说 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 到底有没有利多呢 陈英哥我们来观察一下股价好了 Nokia跟微软过去的走势 大家有一点点看不出来 因为微软是走下坡 但是Nokia好像往上走 对 Nokia在最近的话 其实它是跌身 然后开始出现反弹 其实之前的话就有传闻了 传说华为要病它 或者是各种的这个合并传闻 开始会出来 不过我们看看这个地方的股价 最低的时候 差不多1块7 那跟各位报告 2000年当Nokia是霸主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60块 60啊 60跟1块的差别 60跌到1块多 所以对Nokia来讲是一个重挫 那这个重挫的话 已经不是腰斩来形容了 它是跌到当年不到10分之1的股价 那接着的话 在最近开始出现弹身的情形 其实Nokia来讲的话 它还是具备有市场上面 在手机通讯上面的话 它的专利是非常值钱的 所以在这次支付的 54.4亿欧元的话 一部分 是这家公司 一部分的话是专利 那么当然比较有趣的 就像之前刚刚讲的 微软最近的股价上来了 一方面呢 美国的股市 其实在近期 是出现了 平创新高的情形 那微软身为一个指数成分股 它在这里的话 是连续的出现拉伸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微软在Win8的修改系统 Win8.1在下半年 布局会比较积极一点 当然和近期的话 微软这样大动作的 然后来震撼整个手机市场的话 恐怕也有一个 事先反应的迹象 其实呢 大家都在看 科技业的挖角 好像呢 到处都存在 也因此并购的风潮 也许都是商业之中的盘算 但是跟我们是 高度竞争对手的 对岸的中国大陆 其实也从台湾 挖走了不少的科技人才 稍后我们带点关心 有哪些公司 面临这样的窘境 这会呢 手机大厂接连也传出了 有内鬼的行资吗 现在这样的情节 就在电影当中上演 哈里士福特的最新芯片 就是手机的高阶主管 发现里面的员工 竟然窃取了公司的机密 电影决胜机密 描述两代科技电信集团霸主 为了独占市场耍心机 会用科技高手到敌方 公司卧底 偷取即将上市的手机机密 巧的是这题材还刚好呼应时事 手机大厂HTC 经常有内鬼窃取公司商业机密 与电影背景不谋而合 片重连 韩斯沃饰演的年轻科技新秀 也令人联想到HTC首席设计师 简志玲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新的HTC One 它结合了所有的感官的享受的这些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满足所有的消费者 39岁的他 2001年10月加入HTC团队 一路往上爬 成为千人之上的首席设计师 因为设计成功 创造手机业绩 也取得高层信任 偏偏这回被发现 他疑似赶在中秋节前夕 领完红利 窃取下半年度 心机商业机密后离职 检方调查 简志玲自立门户开设小鱼公司 计划进军大陆 与当地手机厂商洽谈合作 和老东家打对台 部分情节桥段 跟哈里逊福特 格瑞欧德曼 两大雨滴核眼的芯片吻合 也让骗商搭上 HTC新闻事件的顺风车 TB编新闻 造谷特姆娟 综合报道 这起事件呢 目前整个案子 还在侦查当中 因此到底是如何的 内神通外鬼 大家都很存疑 不过如果说 以正常的管道来挖角的话 业界也是实有所管 来看到过去呢 像是小米机就从呢 Android的阵营挖角工程师 来研发他们的界面 而包括了Nokia 刚刚提到呢 这个最新被微软并购的公司 也从三星来挖角工程师 苹果呢 更是呢 找了跟Facebook呢 互相竞争的关系之下 两者都有工程师 进进出出 所以现在苹果说 希望来找台湾的人才 来进行一些研发的工作 目前为止呢 其实有好多网友 在104上面分享了 他们面试 的确有人通知了 是这个新加坡的HR公司 全部都讲英文 好像ABC一样 而且呢 你的知识水准 好像要高一点 听说他们的年薪 其实不止400万 到600万都有可能 对 其实 这个是今年人力市场上 最夯的一件事情 就是苹果的研发中心 在台湾要准备招募 大概20位到30位的 高阶的这些人才 那当然苹果会认为说 我就是公开光明正大的 我不要像这个决胜任务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突然去哪个地方 给人家集体挖角 那他呢 开出就说 当然300万到400万 是公开的一个说法 那再加上 所谓的绩效奖金 那各方面的奖金加一加 应该有500万到600万 可是呢 给这么高的薪水 苹果有给一个条件 就是说 给这么高的薪水之后 你要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才能够去领这样的薪水 他说呢 第一个嘴巴要紧 第二个抗压性要够 嘴巴要紧是什么 是封口费 就是说 你不可以把这个 苹果的一些研发的技术 或什么 像我们刚刚前一段 所看到的 简制领这样的一个方式 或是说 之前有很多的 像这个面板页的 成立椅啊 连水池 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都已经就说 它是在出卖自己的 研发的一些资讯 所以呢 这么高的薪水 第一个叫 要封口费 因为你嘴巴要够紧 也不可以故意弄出一些什么 手机或是新的产品 会在哪里遗失 间谍照是间谍照 但是呢 绝对不可以有任何流失的问题 那脸书的话 它也积极在争取 在挖角一些人才 就是公开的 就说 比如说你在苹果 有一些比较 这个实际的经验 因为脸书 它很重视软体 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里头 其实能够有让脸书 就让Facebook觉得说 跟它的这个软体工程的 一个需求 比较接近的 我想苹果的系统 大概是 它会觉得是最直接的 所以它开出的金额 开出的这个薪水 也是相当相当的高 曾经这个苹果的人 要被挖走的时候 它开出200万美金的年薪 来留住人才 所以现在是 只要你被选上了之后 那公司可能就会高薪 把你给留下来 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 生态底下非常有的 只要你是一个人才 那除非说你贪得无厌 就很像简志玲这样子 大家就想说 一个月这个年薪1000多万 甚至到3000多万加一加 那其实为什么它还不满足 为什么它还会 做出这样子一个 让这个宏达店 这么的受伤的一个情况 因为王雪红跟周永明 都这么的重视他 所以我觉得说苹果 或是他们自己防范被挖角的方式 就是我加薪水 让你留下来 有时候数字呢 真的是一个魔鬼的诱惑 因为呢也有一些呢 观众表达他们的看法 认为说这1000万 如果跟其他国家的高阶的机密工程师比较 可能还是望其向背 比如说中国大陆好了 它有很大的资本 所以呢刚刚预先讲的200万美元 其实年薪就是6000万台币了 这根本如果说以6倍的价差 当然很多的年轻人经不起诱惑同时 就会觉得希望可以往西走 是 其实人才的话是这样 未来呢整个的人的争夺战就是两极化 很高阶的很高阶 大家花高兴去抢 那另外的话呢 现在在技术工人的部分上也是很缺乏 但是中阶的部分比我们刚刚提到 苹果它会挖总机嘛 基本上不会 因为它不缺这样的人才 但是呢今年美国做了一个统计的话 就有非常大的特色 而且未来可能中国大陆再找了 也是比照同样的规格 因为三星啊 就是可敬的这个对手 三星的话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呢一个天才可以养活100万人 我们怎么说呢 根据美国 他们自己做了一个统计 以SP500的话 500大企业 排名第一名的是甲骨文的执行长 那么当然这个是执行长 当然薪水很高 那么第二到第五名的话 全部都是苹果的高管 高级的管理人员 那么第二名的话 它的月薪是200万美金 它本来要退休了 月薪不是年薪吗 月薪 对 所以一个月它的薪水 是5800万左右的新台币 而且它退休了 退休了之后呢 后来因为苹果它 据传了内部摆不平 后面它的接任者的话 其他很多技术人员它不满意 或者甚至于产生了一些动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库克又以顾问的方式把它顾回来 然后给它月薪200万美金 那这一位的话 在苹果是排第二名 那么第三名的话 是苹果的律师 那么第四名的话 是苹果的它的营运长 第五名的话 是苹果的财务长 所以苹果呢 它这些的高级经营团队的话 都排名在美国前五名 我们刚提的话 我们讲是它的月薪嘛 那月薪的话 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薪资报酬 还有奖金 所以哈姆朗登加起来的时候 以这个第二名来讲 它的整个的全年 它的整个的薪水的配套措施的话 超过8000万美金 也就是新台币24亿 所以这种惊人的数字 去挖这样高级的人才 但是当苹果的新技术来 这个人为什么值这个钱 它负责的是iPhone iPad Mac 它的技术 所以苹果最高端的技术 掌握在这样的人的这个 技术团队里面 当然对苹果来讲 它必须要把他留下来 当然出现这样高阶的 这个挖角的时候 那么其他的厂商 怎么样去看其他的人才 其他人才 如果也一起来做比较的话 哇 这个薪资的付出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看到好多人 工程师的月薪 可以赢过CEO的同学 观众朋友 你一定很惊讶 但是有时候 人要走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男女之间的情感 像是最近 大家对Baron这个名字 相当的熟悉 所以张哥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业界 有些科技也好像是因为 没有办法放下这种男女的关系 反而就衍生出了案外案 对 这次是因为小米 他从Android挖了一个巴拉的 他们主要负责是产品的副理 他对整个Android的系统 是非常了解 就有人说他挖这个巴拉走 到底是为什么巴拉要走呢 事实上如果以公司知名度的话 当然是Google比较大 为什么他要去小米呢 等一下就有人说 他其实里面背后 蕴藏了一个绯闻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我们来说 这个是这个布林 布林他是Google的创办人 这个是他的老婆 他老婆叫沃吉斯基 他们事实上已经栽齐6年左右的时间 就结婚6年 近期他们两个出现 以往他们两个感情也是不错 结果最近居然因为一些事情 两个人在闹分居 甚至有可能要离婚 结果大家在这个Google内部都在传言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有人指指是这位小姐叫罗森堡小姐 因为他疑似是这个布林的小三 他介入了他们两个之间夫妻的感情 使得他们夫妻感情破裂 大家去找这个罗森堡的时候 赫然发现说 他是这个巴拉的前女友 就有人说会不会说是因为布林介入罗森堡跟巴拉 他使得他们两个分手 然后这个所以他们两个 变成巴拉跟布林两个是 薪酬就会交织在一起 就有点像八点档这个戏剧 我们用去台词来说就是 6 你穿我的男朋友 我让你的公司倒 所以我就决定要跳槽 不过当然这个是 这个八点档的这个台词 为什么他们要找这个Android 因为我们知道说 未来手机市场是走向一个 以介面取胜 以软体取胜的 当然如果你以国际来说的话 Android是实力最好的 加上说我们知道小米机 这几年包括说米的界面米UI 然后加上说米疗这个系统 其实都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前景 而且就小米机来说的话 他去年是全中国大会第六大 他年度成长都非常快速的跳跃 所以应该也是说 他在小米机未来的发展前景 似乎是更大 所以在跳槽走 当然如果有这个绯闻加入的话 当然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要走 如果这个观众朋友 想要当CEO或者是这样的员工 有时候对于产业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您或许也很惊讶 过去台湾的光电产业 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恶意的竞争吃上了官司 台湾的老板要如何因应 我马上回来 说到了挖角 这就是台湾厂商老板很多人心中的痛 因为当年大家还记得 台湾电视面板业的第一战将 就是被对岸直接高薪聘请的 郁振姐 对 其实当时我们讲说面板到底要不要稀进 中国大陆包括像京东方 其实他们都很依赖台湾的技术 所以他们就一直要来台湾挖角 可是当然要找一个最佳的时间点 所以在台湾的面板业里头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 台湾电视面板的第一战将叫陈立宜 陈立宜就在奇美跟群创合并的时候 他想说两边如果合并的话 我自己就水土不服 所以他就离开 可是不是他一个人离开 他是带枪投靠带了200位 就是200个人去到了这个TCL 竟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帮这个京东方TCL 做出第一片的这个电视面板 所以他这个京东方整个的一个成立 整个面板的一个成立 就靠一个成立 可是成立就是说 不是只有我带这些人过去 他们接下来因为你那时候可能是8寸或8.5寸 可是接下来更先进的技术 还是在友达 还是在这个原来的台湾这边 尤其是在台湾最重要的就是AMOLED的这个技术 谁最精锐谁最厉害就是友达 所以这个陈立宜他带了200多人投靠之后 他为了要让京东方有更先进的一个AMOLED的技术 他就利用这个友达有两位工程人员到日本去 他就说我是台湾来的 你也是台湾来的 当然本身就有一些互动 所以他就直接跟他接触说 你要不要投靠的到大陆过来 然后给你的条件是你台湾的薪水的几倍 那个几倍是说像这个 另外有一个人叫连水池 连水池他在台湾的薪水 大概也就是个五六百万左右 可是在大陆那边他直接给他的条件 就是后来在他们的email上面看到的 就是开出三年两百万美金 三年两百万美金就等于6千万 一年就是两千万左右这样一个薪水 然后再加上70万美元的签约金 而且每年大概至少都有保障 如果你达成目标的话 至少有60万美元以上的奖金 这样子哼啪啪啪加一加的话 一年大概有三四千万 这样子能不动心吗 所以后来这个连水池 再加上他的另外一个重要伙伴 叫王以凡 他们就利用这个过年的时候 就是大概在几年前 他们过年的时候 然后回来跟友达请辞 跟李坤要说 我想要回老乡 回老家去发展 回老家其实就是到大陆去 而且他是把所有的这些AMOLED的 这些什么偏色光 或是这些所有友达里头最重要的技术 全部通通都download下来了 结果李坤要就趁着他们返乡探亲的时候 控告他们 然后把他们抓起来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 也就是说你要当间谍 你要当spy 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 原来开出的这些条件 这些签约金 这些薪水都没有了 而且还要面临牢狱之灾 可能一毛都拿不到 但是大家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 就是因为利润非常的高 做一年等于别人做十年 也因此当时大家也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陈丽颖要自己在对岸开间 人力资源公司 像这样的案例又有多少 郑贤大哥我们来看一下 记得在我们这年纪的年轻的时候 有很红的歌叫 失恋阵线联盟 其实在中国现在也有一个 这个失恋科技人才联盟 我们想尤其是在鸿海不断的扩大之后 鸿海其实跟大家文化都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在它合并了很多家公司之后 很多的人都因而这样子而流失了 我们从最早的它合并了国际电斗 国际电很多的研发人才 后来都去开了其他的小网通厂 而一样在他们合并了普利尔之后 也有很多人转过去开始做一些 DSC的代工甚至在镜头方面 而这一次最明显由陈丽宜来补养 就是齐美电过去来讲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幸福企业 可是自从被群创入主之后 发现整个气氛可以说是南辕北侧 所以陈丽宜因此就带着大批人马离开了 就只要是一个企业文化的一个不合 而这一次很多人都问他说 那其实像这样跳槽事情很多啊 为什么就针对这次的华星光电呢 除了成立仪式整批 他几乎就把台湾的面板 尤其是齐美电的当初的主干带走之外 真的是刚刚如玉珍讲的 这是针对性的 它是针对这次的AMOLED的技术 是相当明确的针对性的一个技术 其实过去台湾的科技人才 跳槽这是所在多有 刚刚玉珍姐其实讲话是含蓄了 其实最明显他们讲的很明显 就是用人民币换台币 你来这边5万 你去那边也是我们人民币 刚刚前面讲的例子也是一模一样 其实这500万的一个台币 就换成500万人民币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诱因当然很大 但是对高阶主管来讲 最重要是他们还有一个发挥的一个空间 而过去来讲在台湾在更早之前 其实我怎么很早听到这个消息 是因为以前的这个失忆的这个科技人才 大部分都可以自行创业 很多很多像最早最早我们曾经提过 像其实广达 英业达 过去都是从这个金宝出来的 就是这些人他们离开之后 他们可以自行创业 可是在现在资本 它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些离开的科技人才都无法自行创业之后 他们找到了另外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说在鲁市 大家为什么觉得都是中国人才在挖角我们 除了人民币换台币以外 最主要是这些失忆的一些科技人才 都在那彼岸走到另外的一片天空 大家不要小看TCL 它可是已经转亏为赢了 我们的面板厂到今年才开始转亏为赢 可是它那么快速转亏为赢 可见这些人的卖力程度 真是哪值得注意的 其实有人求生存 有人求得的是一个成就感 但是目前为止呢 大家针对这个项目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泄露所谓的国家机密 危及国家安全呢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随意出卖你的情资 台湾未来的竞争力 真的是国家等级有可能会往下走 所以现在大家有在看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去 小米机现在被发扬光大 其实没有想到也是台湾人的功劳 是 小米机它的配件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 叫做听歌神器 怎么说呢 那么就是它的这个耳机 活塞式的耳机 我们从这里来看 它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的话 它是金属光泽 我们一般耳机的话 不都是塑胶或纤维吗 结果它是用铝合金的金属 所以它整个质感就出来了 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 它在它的这个卷线 就是说它后面的这个线材 它是用特殊的纤维 所以很多耳机对于大家来讲 你最后要收的时候就会卷在一起 但是它这个特殊纤维的话 它可以防止 让线圈出现材料的情形 因此用的材料的确不错 就这样的耳机 那么搭配小米机的话 它是人民币99块钱 也就是说400多块钱的话 我们就可以买到这样的耳机 那这个耳机这样到底算不算便宜 我们举个例来讲 在市场上面有个很知名的 这个耳机 B牌耳机的话 它差不多要新台币 9000到1万块钱 9000啊 这个全照式的 我们说全照式的 全照式的 但是我们你不买全照式的 这就有点奇怪 因为Lady Gaga或者是小假事丁 他们都是带这个啊 那你如果你还带别的的话 你还要给人家解释 同时还要看到旁边那条线 上面有写一个B对不对 或者是耳机就写一个B 你才能感觉出来 所以还是要全照式的 那么另外一种的话 叫Monster 这在台湾也蛮多朋友买的 它一个的话 也要新台币2600块基本款了 所以当它这样子出来的话 当然值得留意 它是谁做的呢 台湾的团队 因为这个团队的创办人 谢先生 那么他当时是 鸿海事业部的总经理 然后原本他还处理 什么样的产品 包括像是亚马逊的电子书 包括像联想的平板 都是他处理 那么当时呢 他当他自己出去创业之后 那么他还获得了 新加坡政府基金 也是弹马系 他的一个益柱 所以他在产品的开发上面的话 有他的独到之处 但是为什么这个议题 就是说这个题材 大家比较没有留意呢 你在红海里面你是做街平板 你出去坐耳机 他感觉上就比较没有话讲 你实现你的一些梦想 但如果说你现在是做手机 就你出去以后还是做手机 那如果未来又有一些 当时所签的这个条约 不管是在禁业条款 或者是在 这个员工保密协定上面的话 有出现争议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容易 那么就被这个大部分人 或者是说被于法律上面的话 他认为是有瑕疵的 所以我们其实 台湾的人才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呢 如何好好让这些人才发挥的话 是一个重点 产业界的危机 现在大老板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稍后我们来探讨如何留住人才 看到商业经营被泄露 所以国内有很多大企业 开始自我警觉掀起了检讨风 到底是哪个环节 可能出了问题呢 对我们现在面临这个 国际的这个竞争压力非常大 当然面临的挖角风波 风波也非常多 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的话 美日或是韩国大厂 来挖角我们的其实并不多 其实我们产业技术并没有那么高端 事实上我们也比较防范的是中国大陆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产业 跟中国大陆是形成一个 相互竞争的局面 所以我们面临中国大陆的挖角 是非常严苛的事实 而且他们是整批的挖走 是连跟拔起的挖走 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来防范呢 我们来看中国大陆他们是怎么挖 他们当然挖第一个是总金 刚才大家都讲过 他可能是人民币 台币直接换人民币 我们现在厂商能做 当然就是帮一些员工加薪 但是你要加薪的话 你能够加到多少 但是他还是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说薪水是不是重点 当然是重点 但是不是绝对 重点是什么 老板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以前台湾的业者 就是一直要压低成本 然后你不去追求 高附加价值的东西 不从这个国际市场掠夺回来 什么都要cost down 对 这样的话 这个不只是你工作不开心 连你的同事工作不开心 不开心的话我们大家一起走 我觉得被挖角中 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绪 再来就是说你要把人才当人才 而且你要给人家愿景 很多公司都是 就是我可能赚了今年就算了 然后明年就不知道到哪里 你要给人家愿景 再来就是你公司的保密房 给要做很多 美农去台北住的人 来乡过节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一定会来这边报到 也习惯这个味道 吴忠勋自己也从台北回美农报到 接手老家宾店第三年 有不少改变 原本在台北开餐厅 对菜肴要求的色香味 标准套用在冬瓜茶 颜色要像威士忌般的琥珀色 香气要浓郁 不能光有甜味 所以只放冬瓜茶砖去煮不OK 除了加新鲜冬瓜 还有很多要留心的 想提升它的香味 它的香气出来 我就慢慢试 烧掉N锅 煮不好就烧掉了 就浇掉了 不行倒掉 倒掉倒掉 实在是 为了煮出理想中的冬瓜茶 吴忠勋每天都得花时间 盯着锅子里的变化 这个颜色比刚刚又 稍微深了一点 但是这样子还是不行 看似越简单的东西 有时才越不简单 也是要慢慢熬 才能熬出好味道的 还有红豆 煮好时间要很慢 要小小火 你用大火一下子 那底下就焦烂 时间酝酿 久了会变成怀念的味道 加香蕉油的清冰 是美濃特色冰品 吴忠勋的父母卖了40多年 原本女儿接棒经营 但始终期盼儿子回到身边 本来想想我们天使 结果都是冰淇淋的 这是美濃的腔调 那么就是 原本只想帮忙 结果做出兴趣 对不对 尝试给老顾客新选择 冬瓜茶加清冰 或者把北部客家的雷茶 结合清冰的香甜 吴忠勋说 这是南北客家的结合 也跟他的愿景有关 希望有朝一日 清冰不止在美濃 会出现在更多地方 上课咯 本上的胆腔胸天宿 让你周都有心情 本上的胆腔胸天宿 让你周都有心情 谢谢钟仪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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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